Hello 大家好!歡迎收看《升級論證》 美聯儲局繼續展示打擊通商的信心 主席戴威爾更表示 最終的利率水平有機會高過市場的預期 令到美股受壓在美股急跌下 港股亦受拖累 港股連續兩日大幅反彈超過1100點後 上日亦需要回套差不多58點 下回10天線 大概位置在15347點附近的位置增持 重邦科技股ATN都需要回套差不多3-6% 388港交所亦有跟隨大市回落向下 不過跌幅相對較小 暫時依然收到10天線 大概位置227-228元附近的水平 如果投資者想迫港交所反彈的話 都可以參考市場上相對貼價的拖倫選擇 27567 27567這隻港交所的拖倫行使價是258.9元 到期日到23年的6月頭 實際槓桿都給到5倍多的流畅 另一方面美國聯儲局宣布加息0.75元 香港的銀行 匯豐銀行就先宣布 由11月4日即是今天開始 上調港元最優惠利率即是P0.25元 看看匯豐近日的走勢依然比較落後 不過暫時仍然收到40元這個水平 上天見到積指的資金偏向流入匯豐的好倉 有一個襯低部署 如果大家有意想匯豐趁他在40元附近有支持 想部署回他的好倉的話 都可以留意匯豐的拖倫選擇26162 26162這隻匯豐的拖倫行使價是47元附近 到期日到23年的3月 實際槓桿都可以給到9倍多的流畅 上述的股份本人持有匯豐